大家好 这里是张宁视野 到现在为止 全球感染中国病毒的人数 已经超过一百万 仅仅美国就有超过 二十一万六千人感染 而且呢 根据川普最近的讲话呢 他预估美国将有十万到二十万人 死于中国病毒 但是呢 另外一位比较权威的专家 综合了美国最新各大学的 和各研究机构的这个数学模型 估算呢 已经大大高于此前的估算 就是此前呢 美国这个赫普金斯大学 哈佛大学 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呢 估算呢 美国的这个死亡人数呢 可能要在二十万左右 但是现在呢 他们普遍提高了 最新的预测呢 使美国可能有一百六十万到两百二十万人 上升于中国病毒 由此可 这个纽约州长库默 那个前天就表示 他说 中国病毒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强大 更难对付 更具威胁性 我这里面有一些数字 看了以后呢 可能会让人们吃惊 一个是只有八百五十万人口的瑞士 现在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一点八万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他有千分之二的人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 然后呢 另一个他临边的另一个国家 比利时呢 现在呢 也昨天 就今天一天新增了 一千三百八十四 确诊人数 然后呢 他的总数也达到了一万五千三百四十八 而且呢 即便这两个国家 远然遗漏了大量无症状的感染者 因为现在呢 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事迹 足够的人员 足够的时间 对每一个人或者说对每一个可能的人进行这个检测 只能说呢 根据志愿 或者说呢 根据可能感染率比较高的这种程度的人群进行这个检测 所以大批都遗漏 因为考虑到他们呢 这个就是比利时啊 还有这个瑞士的医疗条件也非常好 他的这个居民的这个住处也比较宽敞 然后应该说防疫条件很好 不像中国人那么拥挤 不像中国人在一起吃饭 用筷子交换口水 就是说呢 应该说呢 他本来的生活习惯呢 就不利于病毒传播 但是尚且传播的如此迅速 可以想象 我们用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数据来简单 美国的数据 比利时的数据 瑞士的数据来简单推理一下中国的数据 武汉呢 封城之前呢 已经有五百万人逃出武汉 逃出去 这五百万人呢 只有五万人逃到世界各地 就造成了如此大的灾难 那么剩下的这个 这个五百万人里面的 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都到哪里去了呢 不是百分之九十了 应该说是百分之九十九 就是说四百九十五万 武汉人都到了中国各地 实际上他们已经把这个武汉病毒呢 传播到了中国各地 现在中国各地呢 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呢 一直在掩盖疫情 因为现在发现呢 大部分就是感染者呢 实际上是没有症状的 但是他们具备传染能力 所以按照这个 刚才我讲的这些数据 简单的这个推理 应该说呢 中国可能最起码 有千分之五的人 已经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 那就是多少呢 那就是七百万 在这之前呢 我也跟很多人一样 对中国可能已经感染了病毒的人 所做过各种预估 我的最高预估呢 现在仍然是 就是说呢 已经可能有百分之一的中国人 已经携带新冠病毒 那就是 一亿 那就是一千四百万 而现在最低的估计呢 也有三百多万中国人 已经就是说携带病毒 而且呢 他们现在正在中国各地 自由活动 应该说呢 每天呢 都在扩大这个感染率 所以中国的第二波疫情呢 必然要来到 因为中共领导人呢 急忙要复工 急忙不知道是要解放台湾 还是要跟美国打仗 急急忙忙呢 就摆出一副呢 要战斗的这个姿态 这只能呢 是中国这个 堕入到这个灾难的深渊 很多中国人 以为中国的疫情已经过去 而我现在的认为呢 就是说 全球呢 现在都在全力防范这个疫情 中国呢 可能现在最缺乏防范 就是普遍的十几亿人 都觉得这个疫情呢 不太 威胁性不大了 这就意味着 中国将来有可能 成为这个疫情的 最严重的这个灾难区域 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呢 它这个龙文化呢 跟全球不一样 比如说 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 有李文亮 但是李文亮十几亿当 十几亿个中国人 不就一个李文亮吗 加上另外七个吹哨人 实际上他们也都是在内部 悄悄地做了一些透露 就算这八个人 全部加起来 在十四亿中国人的 这个汪洋大海里面 他连只能算是 太平洋里面的一滴水族 也就是说 在中国拥有正义感的人 敢与揭露真相的人 就像大海里的 一滴水一样稀少 这就注定了中国的灾难 所以今天的网友 都在热烈讨论 说你看看中国人 经历了多少灾难 毛泽东时代 屠杀了多少人 这个反 什么镇压 镇反 跟国民党打仗 然后呢 这个大饥荒 夺去了这个 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 文化大革命 夺去了两千万 中国人的生命 人们以为改革开放 这些好了 但是改革开放 夺走了至少 四亿胎儿的生命 因为胎儿是弱势群体 现在中国又觉得人少了 要再强迫生育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啊 那四亿个胎儿 不是生命吗 按照美国法律 只要胎儿 在四个月以上 就具有生命权了 你把他害死 就是已经构成 磨码杀罪了 但是中国就在改革开放的 这个过程当中 就在人们以为 中国正在接受普世价值 正在进入融入文明世界的 这个时候 居然有四亿胎儿 被屠杀 而且就在我们 所有中国人的眼皮底下 就在我们的邻居 就在乡村卫生院 就在各大医院的产房里 而且这些大部分 都是绑架的 我说的这四亿呢 还是中共 这个计程委员会 这个主任赵白格 公开宣称的 凭我们在中国生活的经验 我们都知道 一个孩子的政策 除了他有时候 强迫地 拉去的这四亿以外 至少另外 还有四亿到八亿胎儿呢 是迫于这个政策的压力 而自行堕胎的 本来中国社会 没有必要这么残忍的 因为他要是足够 宣传这个足够的性知识 或者破除性愚昧 或者进行一场性解放运动 哪里会有中国人 生那么多孩子 他如果稍微提供一点 社会保障 哪有那么多人 非要养儿防老 正是由于这个政府的 愚蠢专制野蛮 才造成了这么大的人道灾难 可以这么说 现代这个中国呢 应该说是 人类自古以来呢 最残暴的一个政权 虽然说呢 我们现在 好像眼睁睁地看着的 这个沙头不多了 但是呢 它事实上 它40年里一直在进行 而现在呢 看看这一场新冠病毒 我们就知道 当它在武汉 蔓延了几个月 武汉很多人都知道 实际上在那两个月里面 以至于知道到什么程度呢 武汉的那个口罩厂 都开始加班加点生产 在11月份就加班 加点生产 甚至在春节都不放假 就说他们非常清楚 这场 这个新冠病毒 这场这个 这场灾难 就要到来 所以说呢 他们什么都不干 也要去赚钱 但是呢 他们却不会像 不对 全中国人民 甚至也不对 武汉人民 说一个字 因为那样对他不利 因为他可能像 李文亮一样 遭到追究 所以他们都 闷头发大财 他们 不仅他们 而且呢 他们呢 会告诉他们的很多同行 所以以至于 你看 现在中国居然有能力 向世界各地 这个出口口罩 这就意味着 实际上早在去年 很多人都在扩大产能 都在拼命生产口罩 这就是中国人 就是 眼睁睁地看着世界 即将陷入灾难 但没有人提醒一句 而是告诉工人 给我生产 给我赚钱 这就是中国人 普遍形态 应该这样说 14亿中国人 都参与了掩盖疫情 绝大部分 都是参与了掩盖疫情 第一 武汉人 我们可以肯定 那个1400万武汉人 相当多的都参与 隐瞒了疫情 真正跟 向外界透露疫情的 寥寥无几 只相当于 大海里的一滴水 就是现在 疫情仍然在中国 各地蔓延 但是各省报的数字 居然经常是 几个被感染 零感染 这多可怕 就像中国每年 过去煤矿都能造成 30多万人的死亡 但是呢 报道公布出来的数字 却常常只有几万人 甚至几千人一样 中国这个社会 就像60年代 大饥荒 最低估计也有 4000万人上升 而最高公安部的数目 有9700万人上升 但是呢 你看看中国的 所有的官方的书籍 现成的所有 中共的历史书籍 根本就没有任何伤亡 几乎是零伤亡 所以说呢 大家完全可以 由这个历史的经验来确定 现在中国 新冠病毒 正在迅速地传播 中国即将彻底的沦陷 因为中国的这种文化 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文化 它是集体作恶 集体隐瞒 正是由于这种集体隐瞒 集体作恶 才导致了现在 全世界的淋陷 中国一个村庄 能够集体诈骗 一个村庄 能够集体盗窃 一个村庄 能够集体造假 同样 中国的全国 能够集体盗窃 西方的知识产权 比如说中国人 普遍都使用 盗版的 微软的视窗系统 有几个 愿意花钱 付给微软 这个系统 微软这个公司 真正它的这个价格 也就是说 微软公司 用了几百亿 用了也许上千亿 几千亿的资金 投入到研发 不断地升级 它的视窗软件 有多少中国人 买过正版软件 而且呢 中国人毫无愧色 绝大部分人 还充满了 这个民族自豪感 难道为这种 盗版自豪吗 难道为每年盗窃 西方五千亿美元的 知识产权自豪吗 从来 有多少人感到羞愧 有多少人感到烦心 而最终呢 就凉成了这场灾难 这场灾难 现在很多人 都越来越多的人呢 把它比喻成 第三次世界大战 其实 这一点都不错 从经济上造成的损害来说 它已经远远超过了 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河 因为现在呢 起码全球损失的 这个财富锁水的 已经超过两百万亿 而且呢 造成了目前呢 在全球呢 已经有五万人上升 而且预计呢 如果美国有两百万人上升的话 那全球呢 最起码要扩大一百倍 那就是意味着 至少两亿人要丧失生命 这也是远远超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河的 一个小小的病毒 能够对人类造成如此重大的灾难 这是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罪恶 这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沉默 隐瞒 或者说诅咒 违虐所造成的 而且呢 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中国还在继续隐瞒 继续这个作恶 所以未来呢 中共遭到国际社会的这个审判 已经是在所难免 现在呢 我们每个人呢 实际上都在遭受着煎熬 我昨天呢 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 他说 这个楼上的夫妻粮 几乎天天吵架 天天打架 整个大楼里到处都是吵闹的声音 我说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任何夫妻在一起关酒了 都会矛盾重重 然后呢 武汉呢 戒严结束以后呢 那个民政局的那个 要求离婚的那个队伍 非常漫长 因为呢 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夫妻 实际上都是这个柴米夫妻 都是为了经济利益 都是看着双方经济条件差不多而结婚的 平时呢 也就靠着一种容忍来维持婚姻 现在一旦在一起 彼此都会用这个放大镜 显微镜来看对方的这个缺点毛病 自然而然就不能容忍 其实在整个全世界 这种也有类似的情况 当然不像中国那么严重 就是美国的夫妻 现在天天待在家里 也会矛盾重重 将来离婚礼也会上升 所以我在这里面提出一个忠告 在这段时间内互相要尊重 就是在家庭里面 当有矛盾的时候 互相要退一步 尊重 回到自己的房间 不要说过于刺激的话 不要在这种情况下 分奔离席 不要在这种情况下 又吵又骂 甚至大大出手 真爱你现在拥有的亲情 总比我现在一个人 孤独的生活要好 对不对 所以说呢 现在呢 全人类呢 都在经历着中国病毒的伤害 也正在经受这场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的考验 好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 或者度过这场危机